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我们来学习安卓5.0中的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是用于统计用户的使用行为 包括他使用了什么APP 使用了多长,在什么时候打开的 我们可以在后台去搜集这些信息 来分析他的爱好、兴趣等等 听到这里,大家都觉得这是不是侵犯了用户的隐私呢 是的,所以说在安卓5.0中的数据统计 它必须是要经过用户同意 或者说你是要是系统的应用才可以 那要使用数据统计,那就需要一个权限 好,大家注意啊 在声明的时候,我需要在我的manifest里面去声明这个权限 才能使用这个数据统计的功能 安卓给我们提供的数据统计功能 可以按年、按月、按日来进行统计 好,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简单 好,我们首先要需要获取一个数据统计的列 好,大家请看代码 好,如果要用到数据统计 我们可以先看 好,先看这里 我们需要获取一个这个UZG Status Manager 好,通过什么方式呢 通过Get a System Service的方式来获取这个Manager 好,这里要注意一点啊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了 这个和用户隐私相关的 Google它是不推荐第三方程序使用的 只给它系统程序使用 因此它这个API其实是隐藏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ntext的这个类 好,大家看到啊 虽然在Context中定义了这个长量 但是它的API是隐藏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直接使用 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直接使用这个字符串 或者是说用反射的方式去获取这个字符串 都可以啊 这里为了简单 我直接使用了这种字符串 获取了UZG Status Manager之后 接下来我们需要 我们要告诉系统 我要统计从哪个日期到哪个时期的范围 这里我是用了一个Canada来做 这是Java的API 这里我用了一个Canada来实现 然后我们只要调用这个 Manager 这个UZG Status Manager的 Query Usage States这个方法 这方法呢 大家注意啊 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统计的时间间隔 大家看到啊 我这里做了一个写了一个demo 这demo呢 我是把按日 按月 按周 或者是说 在你给定时间内的一个最佳周期 由系统来决定 好 这是开始 要统计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好 统计完成之后 这个方法会返回给我们一个list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list的数据 所读取出来 好 我们看这个user status包含哪些信息 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统计什么数据 好 点进来 大家看到 第一个是我们应用程序的包名 也就是说 它可以知道某个应用程序 它的一些信息 然后这是开始统计时间和结束统计时间 好 这里是最近一次使用的时间 这里是所有这个程序在前台的使用时间 这是它的启动次数 以及上一个事件 上一个事件是指它是启动还是关闭等 好 通过返回的这个list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些信息 这里我只是做了一个log把打印出来 好 这是一方面 然后还有一个种统计方式是统计事件 好 统计事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方法 叫Coreer Event 它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开始和结束时间 开始结束时间 然后它会取到这么一个event 这里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event 它包含哪些事件呢 第一个是没有事件 第二个是 从后台移到前台的事件 从前台移到后台的事件 这是一天结束的事件 继续昨天的事件 以及这个配置改变的事件 好 通过这几个事件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应用程序的一些行为 好 我们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 好 这是我们启动的程序 点击它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打印出来的日志 大家请看 我们这个日志呢 第一个是 我们打印了一个范围 从哪一个 时间到哪一个时间 然后这是这段时间内 第一个是我们是用的daily 第一个 这里是用的daily 就是每一天 按天算的一个使用时间 这是按月算的使用时间 等等 好 这是对这个 应用程序的 使用时间的统计 那还有一个更详细的 前面说到了事件的统计 好 我们改一下代码 把这个事件的统计打印出来 好 大家清楚这个日志 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 前面是包名 这里是 一是代表打开 二是代表关闭 可以看 从这个 event的事件 这里可以看到 一是 move到前台 二是到 后台 相当于是关闭 就时间点 这里都起了清清楚楚 非常的详细 好 这里要说到的是 我们之前提到了 普通的应用程序 它是没有 默认情况下 是没有 统计权限的 那我们需要在设置里面 好 我们找到设置里面 有一个安全选项 安全选项的下方 有一个应用程序的使用 数据的访问 点到这里 用户必须是要打开它之后 你才能够统计到 或者说你本身就是 带有系统签名的 系统级应用 那是可以直接获取 好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需要在这个 启动的时候 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你需要统计 需要让用户知道 那你需要跳转到我们这个界面 跳转的界面的 internet是这样写的 setting.action 用这个数据访问的一个设置 用了这action来启动 打开这个页面 好 我这里这里写到了 这个setting里面 点击它 好 就可以跳到这个页面来 整个程序是非常简单 这里演示了一下 统计数据的使用方式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再见 谢谢 感谢